辞职通鉴 大约就在魏惠王迁徒大梁的这一年里 南方的越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竹书纪念给出的记载相当模糊 大意就是越国有人杀了国君 一个叫无专的人顺位继承 这件事不但辞职通鉴毫无记载 就连史记也质自未提 这一讲我会通过亡国继承人的问题 做个东西方比较 实际有专门的一篇来记载越国历史 题目叫做越王勾建世家 顾名思义 全篇的重点就是越王勾建和吴王夫差争霸的历史 这就让勾建一个人占据了越国全部历史的绝大部分篇幅 等勾建去世 司马迁昔末如今 流水仗势地记载了后面若干代国君的名字 每一代继位都是正常的父死子继 到了最后这几代 越王毅死后是儿子越王之侯继位 越王之侯死后是儿子越王吴江继位 但是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 越王毅不是正常死亡的 而是被太子朱舅谋杀的 朱舅很快也被杀了 然后伴随着一连串的政变 最后好容易才轮到无专即位 我们即便不加考证 仅仅从常识推断 也不敢相信史记里边那段干净的不像话的越国时期 王子们的普遍心态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兄弟 凭什么赢家通吃 这种自然而然的不满 注定引发流血事情 今天生了二胎的父母可能会想 手心手背都是肉 将来给两个孩子留遗产 就算不能一碗水端平 至少也要大差不差 国君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反正家业那么大 每个孩子分一分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其实宗法封建制正是这种思路 只不过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是 大体上说 随着宗法社会的解体 无论是嫡长子继承制 还是国君指定继承人 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 继承的是全部家业 也就是整个国家 兄弟姐妹们 谁都没有资格分一杯羹 最多呢 也就是仗着皇帝的宠爱 被好吃好喝的供养起来 这种传统在战国时代 特别能够体现优势 它保障了一个国家 不管传了几代人 只要没有发生太大变故的话 国家规模差不多 还是那么大 如果哪一代国君很有本事 把国家规模扩大了 那么这部分收益 可以被完整的传给下一代 从这个优势 我们就能想到 分封模式注定灭亡 试想一下 就拿我们熟悉的魏国来说吧 魏文侯魏武侯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 如果到了魏惠王这一代 被分封给了一堆兄弟 那就基本等于 一个强大的魏国 一下子分裂成了若干个效果 虽然大家名义上 都要效忠魏王 但毕竟各自的自治权很高 独立性很强 因此呢 也就很容易就会被 旁边的这个强国 各个击破了 在战国严峻的 国际竞争压力下 谁不搞集权 谁就注定先死 古代这种集权模式 造成的路径依赖 就是历朝历代 对大一统的重视 在地理上 没能达到 统一标准的朝代 甚至会被相当多的学者 排除到正统中国之外 没统一怎么办 那就打呗 打到统一为止 这种状况 如果让古代欧洲人看到 一定很不理解 因为他们的政治传统 恰恰相反 不是导向统一 而是导向分裂 这就和今天 二胎家庭的父母心态 特别一致 我们看看古代欧洲 一个能争贯战的英雄国王 打下了广袤的疆土 创造了一个 幅圆辽阔的帝国 但只要他一死 子女分家产 一个大国 转眼就分裂成 好几个小国了 女儿的继承权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这就导致结婚 会比打仗 更容易开疆拖土 欧洲最大牌的皇室 以奥地利为大本营的 哈布斯堡家族 就有这样的一句 著名的家训 战争和我们无关 幸运的奥地利人 结婚去吧 因为战神 奖赏给他人的领土 都会由爱神 转交给你 所以古代欧洲国家的 领土归属 是真正意上的 朝勤暮处 除了极少数的 标志性的地点之外 谁跟谁都谈不上 什么固有领土的问题 而且重要的是 欧洲人 习以为常 觉得这才是天经第一的 路径依赖的不同 造成了意识形态的迥异 很难彼此理解 也许会觉得 不分过境中外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多得那一篇 最后一刻 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是的 我们在中学与文课里 都学过都得的最后一课 很容易被这篇小说骗到 小说以普法战争为背景 作为战败国的法国 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给普鲁士 普鲁士禁止当地学校 教授法语 所以主人公我 一个朦胧的小学生 上了他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问题是 历史上的阿尔萨斯地区 不但根本就不是法国的 而且当地人讲的是 德语系的方言 奉行新教 而法国是个十足的天主教国家 当时新教和天主教 视同水火 所以真正的阿尔萨斯居民 可不容易被都得的 最后一刻感动 而都得在这篇小说里的立场 一是法国本位 二是刚刚萌生的 现代国家意识 这在当时算是新思想了 毕竟当时欧洲历史的主旋律 是分裂 独立和自制 在分分合合当中 遗产和嫁妆 构成了推动文明发展的 两大核心力量 所以欧洲的王朝更迭 来的没有中国这样血腥和震荡 相应的代价 就是国家很容易越分越碎 没法长久地维系一个 广袤帝国的盛大局面 中国的传统是 财产不分 最好越滚越大 滚得越大 竞争力呢 也就越强 相应的代价就是骨肉相残 所以我们今天看欧洲的公斗戏 总觉得不过意 战国时代的越国政变表现出来的正是典型的中国模式 既然赢家通智 那么有点潜力的人都想放手一搏 吕氏春秋和庄子都讲过越国继承问题的动荡 听上去都像段子 但结合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 段子倒很有可能是真事 吕氏春秋说 岳王寿有一个弟弟 名字叫玉 河南的那个玉 很有谋朝篡位的野心 他的想法是 只要除掉哥哥的儿子 自己呢 就可以顺位继承 挑拨离间呢 进行的很顺利 岳王寿接连杀掉了三个儿子 只剩老四了 玉继续在哥哥面前进行谗言 说老四要造法 岳王寿这一回呢 迟疑了 倒不是因为顾念父子之情 而是因为接连杀了三个王子 舆论压力太大 岳国人确实看不下去了 大家簇拥着老四 把玉驱逐出境 然后包围了王宫 看到老四果然造了反 岳王寿非常懊悔 恨自雅 没听兄弟的钟言 才酿成今天的局面 这件事 如果放在了古代欧洲 倒可以有不流血的解决方案 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 出过一个历史上 头衔最多的皇帝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是查理武士 作为西班牙的国王 他是卡洛斯一世 其实卡洛斯就是查理的 西班牙语拼携方式 他从不同的渠道 继承了不同的头衔和领土 还有七十多个头衔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56岁那年 查理武士宣布退位 把西班牙方面的头衔和领土 传给了儿子菲利二世 把神圣罗马帝国方面的 头衔和领土 传给了弟弟费迪南一世 从此 哈布斯堡家族一分为二 这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 战国年前的越国 当然不存在这种继承方案 所以庄子的版本更有意思 说越国已经有三位国军 接连被杀 王子苏 这里是搜查的苏 大概是顺位继承人 他觉得呢 保命要紧 盲昧不重要 于是逃进山洞躲了起来 越国不能一日无君 大家呢 找到了山洞洞口 烧起艾草 应是把王子苏 从洞里熏了出来 然后大家 驾着他上了马车 返回国都继位 王子苏呢 仰天长笑 天啊 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 吕氏春秋和庄子 都想用小故事 说明大道理 吕氏春秋想说的是 越王寿陷入了 今天所谓 自正预言的陷阱 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庄子想说的是 王子苏很清楚 国君是一个 超高风险的职业 很容易送命 所以似乎不愿意做 而正是因为 他有这种觉悟 越国人呢 才非要他来做国君 最不愿意做国君的人 反而才是 最适合做国君的人 《资质通鉴》第155卷 讲南北朝时代 南朝 萧良的历史 讲到昭明太子萧桶 就是主持编修 昭明文选的萧桶 昭明文选 可是中国文学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 萧桶一死 皇位继承人 出现空缺 梁武帝萧衍 选了萧桶的 同母兄弟 萧刚做太子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不合理 曾经在萧刚手下 做官的 私仪侍郎 周鸿正 向萧刚 上书劝谏 让他发扬 谦虚精神 拒绝父皇的好意 周鸿正的 上书里边 有一句 逃王玉 而服成 用的就是 王子搜 死活不肯上车 回去继位的典故 但皇位 毕竟太有人了 萧刚根本不想学 王子搜的榜样 他如果能够 预知后事的话 一定会听周鸿正的劝 做得比 王子搜 还要决绝 我猜想 庄子版本里的 王子搜 很可能就是 吕氏春秋 版本里的老四 也很可能就是 诸书纪念里的 无砖 1983年 湖北省江陵县 马山 挖掘出了一批 战国墓葬 著名的 吴王夫差矛 就是从 这批墓葬的 五号墓出土的 而在毗邻的 六号墓里 出土了一件 铜鸽 刻有六个字的名文 字体称为 鸟转树 也叫鸟树 样子有点像 献苗的鸟 又像 道士画的符 这是春秋 战国时代 越国最常用的文字 同歌名门的意思是 这是吴砖 用掺了签的 上号金属 打造的歌 这位吴砖 在位一共八年 还留下了 刻有自己名号的兵器 看来命运 不算很坏 至少没有 才一继位 就被谋杀 不过 马山的这片墓葬 并不是越国的墓葬 而是楚国的墓葬 显然 无论是 吴王夫差矛 还是越王吴砖歌 都做了楚国人的战利品 辞职通鉴的编年次举 继续向前 来到周显王十一年 司马光仅仅记载了一件事 秦国在西山 打败了韩国 当然 这一年的国际局势 不可能这么单纯 逐书纪年 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 首先 韩国和魏国交换土地 你请我愿 彼此方便 秦国在西边 虎视眈眈 魏惠王过得不踏实 派大将龙甲 到西边修长城 魏国的长城 修在西河以西 北起少梁 南到大利 今天在陕西境内 还能看到 魏国长城的遗址 只是基本都在 荒郊野里 不容易看得到 就算走近了 一般人呢 也不会觉得好看 因为城墙和烽火台 都是由黄土夯住的 完全不是 北京八大岭长城的 那种样子 宜军县的魏国长城 曾经被当地村民 挖得只剩下一个 电线杆的基座 假如不是因为 那里立着一个电线杆 所有墙体 都会被挖得一杆二斤 这也不怪村民 因为 夯土城墙 经过两千多年的 风水雨打 除了专家 没人看得出 它是个什么正经的古迹 秦国 由着魏国修长城 从南边出兵 在西山 打败了韩国 按照 胡三省的说法 从华山到 熊尔山 从宜阳到 鲁阳 好大一片地区 都属于韩国的 西山地带 不管这个说法靠不靠谱 总之秦国打韩国 一定是从西向东 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内容 在三家分镜 和治疗斗智斗勇的时候 韩氏家族的组长 是韩康子 政治中心设在平阳 今天的山西陵本附近 等韩康子去世 儿子韩武子继位 继位的第二年 就发起了对 郑国的侵略战争 打得很顺手 甚至把郑国国军 郑幽攻杀了 几年之后 韩武子把首都从平阳 南迁到宜阳 今天的洛阳市 宜阳县附近 距离郑国 一下子近了好多 军事意图明显 后来韩国终于 吞并了郑国 把首都迁到原先郑国的 国都新政 今天的河南新政 从此人们会把韩国 称为郑国 把韩国国军 称为郑军 就像魏惠王 迁都大梁之后 人们称他为梁王 等他死后 称他为梁惠王一样 新政位于一样的郑东 今天走三四三国道 大约一百七十公里 韩国才在东边 用力吞掉了郑国 迁到了郑国的旧都 秦国就从西边 杀了过来 威胁着韩国的旧都 南方的楚国 也开始北上 给中原添乱 决定引黄河水 来淹魏国的长远 今天的河南省长远市 后来孙并和旁权斗志的时候 唯卫旧赵的最后一战 桂林之战 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代打的 所以今天长远市 有一条街叫桂林大道 林是山林的林 春秋时代 孔子有一个位于匡的典故 在一个叫匡的地方 孔子被当地人误认为 坏蛋养虎 遭到围攻 险些送命 孔子位于匡的匡 也在长远 所以今天长远市 还有一条路叫匡城路 刚好和桂林大道交叉 楚国的这次北上 也许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而是给秦国打配合 史记记载 这一年楚国发生了一件事 原文是 君隐黑 迎女秦 君隐 应该是右隐 超错了字 右隐是楚国的总理级高官 这位右隐呢 名字叫黑 到秦国迎亲 问题是 他是给自己迎亲 还是替别人迎亲呢 贵族阶层传统的婚姻流程 有所谓六礼 分别是 纳采 问名 纳吉 纳征 请妻 亲迎 严格来说 在亲迎之前 还有一项告妙礼 从先秦史料来看 真实的婚姻流程里边 六礼未必齐备 但最后一步 亲迎总是有的 就是新郎到岳父家里面 亲自迎接新娘 亲迎的风俗 一直保持到今天 很多地方都会在 结婚的当天 由新郎带着 好好荡荡的车队 去接新娘 接到酒店呢 办婚礼 古代 不去酒店 直接把新娘接回家 按说呢 接一个新娘而已 两三辆车就够用了 为什么要带着车队去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合理 因为要拿新娘的陪嫁 诗经理的 以耳车来 以我会签 说的呢 就是这回事 今天的婚礼车队 只是白白样子而已 不拉陪嫁了 但车队的习俗 还是保存下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新郎是一国之君 一举一动牵扯太大 难道也要轻盈吗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这可是儒雪 世上的一个经典难题 今天我们了解儒雪 通常觉得 只要熟读论语 就算很不错了 但古代的儒雪 比论语复杂百倍 充满了很多 今天看起来莫名其妙 但一入门就发现 钻制迷身的问题 国君的亲营礼 就是其中之一 这属于很具体的 礼仪技术 如果你回到古代 当一名儒家学者 对这种问题 就该给出明确的 指导性意见 当然到这一步 还仅仅留于技术层面 如果遇到论敌 发出非难 这是很难免的事情 你还必须打了出 一整套有理有据的 意识形态组合拳 给技术性的结论 做出理论支撑 春秋在开篇不久 就有记载 说寄国大夫 来鲁国迎亲 这段简单的记载 让后世的学者 没少做文章 发议论 我在雄义书院讲过 在所有儒家经典里面 春秋的地位 特别崇高 被认为是 孔子为千秋万世 设计的一部宪法 春秋有三部 阐释性的专注 分别是 左传 公羊传 古良传 合称春秋三传 对于春秋的记载 三传总能给出 不同的解读 这就导致三传 各自形成一大学派 互不服气 在纪国大夫迎亲这件事 公羊传 和古良传的意见 基本一致 说按道理 应该由纪国国君 亲自来鲁国迎亲 这才是规范的亲营礼 但纪国 仅仅派了一位大夫过来 太失礼了 所以孔子记载这件事 是为了批判这种做法 左传的看法不同 认为 这位纪国大夫 并不是普通的大夫 而是亲 也就是总理一级的高官 由总理级的高官 代表国君 完成亲营礼 非但不施礼 反而正是合乎礼仪的做法 到底谁对谁错呢 如果搬来礼记 做参考的话 那么 宫阳传和古良传 完全正确 礼记有一篇 《哀公问》 内容是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 政治方针 孔子把国君的婚礼 摆在了政治的第一位 说国君结婚的时候 必须穿着最高级别的礼服 亲自去妻子的娘家迎亲 鲁哀公不理解 问这个是不是过于隆重了 孔子于是长篇大论 阐述国君婚姻的重要意义 我就不展开讲了 总之结论就是国君就该亲自去迎亲 但问题是 也不知道这些话 真是孔子说的 还是儒家学者假借孔子的名义说的 就算真是孔子说的 孔子显然只强调政治理想 但并没有尊重历史 因为左传给出了春秋时代 非常丰富的历史细节 完全可以让我们知道 国君派总理一级的高官 代替自己去迎亲 这是国际社会上的常态 那么我们把问题 拉回到又隐黑的迎亲事件 他到底是给自己迎亲呢 还是替当时的楚国国君 楚宣王迎亲呢 西近年间的左传专家 多玉有过一个修辞方面的发现 说在《亲影》里的记载上 如果新郎是国君 对新娘就称女 如果新郎是大富 对新娘就称字 所以说又隐黑 迎女秦 称女不称字 就说明了 这位秦国女子 不是又隐黑的新娘 而是楚宣王的新娘 秦国和楚国在春秋时代 就有联姻关系 秦孝公以后 秦国不断和六国联姻 婚呢都结变了 唯独少了赵国 这是有道理的 我在前篇讲过 赵国和秦国的渊源 他们都是迎姓诸侯 而当时的婚姻传统是 同姓不婚 同一个姓的男人和女人 是不能结婚的 结婚虽然是为了结盟 但并不总能保证 两大家族的和睦 若干年后 秦国和楚国翻脸 开战之前 秦国首先在国内 发布了一篇动员令 向上天 昭告楚国人的不抵挡 这篇动员令的文字 刻在石头上 到了宋朝 被人发现出来 称为祖楚文诅咒的祖 顾名思义 是声讨楚国的文字 其中提到秦国 在秦穆宫时代 注意 又是秦穆宫 曾经和楚国 两帮若一 半议婚姻 也就是 维系着良好的婚姻关系 亲密的 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话肯定亏信 但秦国人 继续理直气壮地说 楚国人 如今既然翻脸不认人 联合诸侯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